最近整个台湾社会热烈讨论台湾历史的问题 由导演李刚监制的纪录片《阿赵物风云》下集 用戏剧重现的方式呈现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物丰林家的故事 导演许明纯和李刚立体还原当时台湾的历史事件 例如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的林献堂 如何在228之后被列为暴动首谋名单 最后避走他乡终老日本 李刚说了解自己的过去对这个土地 你才会更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用戏剧重现的方式来说物丰林家的百年传奇 一时纪录片《阿赵物风云2》落子 延续上集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台湾被割让日本一路讲到228事件 台湾受到严峻的政治文化冲击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可是希望它不是另外一个课纲 就是想回到台湾当时的时空 填满台湾的大历史 提供一个参考的资料 制片人李刚因为着迷于物丰林家的故事 从2008年开始丑措资金拍片 头一年他和编剧《学者在中国和台湾》 全新投入研究林家史料 并从庞杂的历史中为下集梳理出故事脉络 其实林献堂他跟所有生活在这个 台湾土地上的人民纪录 其实因为他是背负着一个 比较大家族的一个身份 从清朝到日志 然后再到国民政府来台 他其实很努力的去 把他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族 去做一个很好的延续 片中立体还原了教科书中 被简短带过的人物 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 他领导林家应对时局 带动台湾人民追求自治 战后曾被国民政府列名 台省汉奸 避走日本并视异乡 阿赵武风云也呈现同时期 务奉林家另一号人物 林祖密的生平 他是孙文成立中华民国 护法军政府出奇的重要角色 但最后因争权丧命 对台湾人而言 却犹如一段被埋没的历史 而饰演林祖密的演员 就是他的曾孙 林祖密是 算是我的阿祖 就是陈祖密 我这一次演 就一个很惊讶是 我跟曾文跟蒋介石 我跟他们都有对信 那些历史没有跟我的阿祖 就林祖密 碰过面聊过话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林祖密是在九岁时才知道 自己有一半的台湾鞋头 对能出演阿祖一脚 很有使命感 也因此更了解自己的故乡 这也是监制李刚 拍摄此片的本意 你一个地方 你不留下自己观点的 有高度的记忆 你就 你就不存在了 你就 你就没有历史了 你今天不做 不说不做 它就没有了 你将来别人去说去做 就不是这么回事 高层在外面 阿祖武风云 力求贴近史时 道具服饰场景 都经过专家考证 美术之道由国宝级老师傅 李宝林亲自操刀 导演为了回到过去的观点来诠释 研究出了融合始料的表演形式 我们参考很多国外的片子 那就是在偶然的情况下 看到有类似这样 后来观众称为 一二三木头人的表演形式 就是演员会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候 它会呈现静止的状况 也就是可能这样定格的这个状态 有一点点类似蜡相馆 后来也发现说 其实做这样的表演方式 跟历史所留下来的这些照片 跟影片好像也比较容易结合 文武鼎盛的大家族 面对时局做出不同的选择 又如一部台湾近代史的缩影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当时的客观的 一个状态 就是拼凑出一个我们很真诚的 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真相的轮廓 给大家去思考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 监制李刚 期盼提供具有高度和多元的史观 让观众了解自己 和属于台湾的历史